封神演绎 元始天尊和通天教主各出五弟子 回合至战斗 哪方能赢 说起元始天尊的玉须公和通天教主的毕游公 双方救门人的人数和弟子的整体实力而言 玉须公要远逊于毕游公 这是不争的事实 那毕游公最后为什么败得那么惨 最主要的原因 是元始天尊和通天教主 天尊早就开始布局 而通天教主还强迫弟子们闭门不出 敬送皇庭 等到玉须公宣战时 强扭转乾坤已经来不及了 而且 多了老子和西方二省参战 通天教主无力回天 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士兵家常用的至胜之道 但如果咱们换一种打法 玉须公何必游公 各出五位弟子 来一次绝对公平的回合至战斗 到底哪一方会赢呢 这里可能有人会说 毕游公的三霄和精灵圣母 随便来一位都能吊打玉须十二闲 这样的问题还有什么讨论的意义 非也 咱们都听说过田济赛马的故事 趋于弱势的一方 经过合理的阵容调配 最后说不定会出旗帜声 首先 三霄的九曲黄河阵不能用 如果说原始天尊想要赢 该选谁出战 又该怎么安排阵容呢 能为玉须公效力的人员 有燃灯道人 云中子 南己先攻 还有玉须十二先等 一共十五位 必游公的选择就更多了 比如三霄 赵公明 四大弟子和随时起先 但咱们的规矩是个方只能出五位 双方该怎么出牌 咱们先说玉须公的阵容 既然是回合至战斗 那么道衡 法力和攻击力都不是首要考虑因素 而是相互之间的配合 将集体的威力放置最大 首先可以排除南极先翁和云中子 这两人不能说不强 但并不善于战斗 燃灯道人心思诡决 老谋深算 非常适合出战这种对决 而且他威望很高 适合指挥作战 再说玉须十二先 从中选出四位 首先要排除的是黄龙真人 这祸简直是个废物 让他出战等于自杀 然后是广成子 不能说他的翻天印不强 而是燃灯道人的定海珠更强 这两者的位置有所重合 应该首选燃灯道人 御顶真人也可以排除 这位老兄博文强计 天下是没什么是他不懂的 但也不善于战斗 清虚道德真君也不太合适 这位仙人的手段 并没有什么出彩的地方 如果是一对一战斗 还算重规重矩 如果参与团队作战 起不到很大的帮助 同时 道衡天尊 灵宝大法师也是如此 那么太乙真人 和赤精子呢 太乙真人的法宝很多 最强的当属九龙神火照 但这种法宝也是单体攻击 绝对强不过定海珠 所以他也被排除了 世经子的一阳镜和八卦紫兽先一 一攻一防 在一对一的战斗中占据优势 但团队作战中 个人防御很强没大用 而且 一阳镜这种法宝 针对能源神离底的高阶仙人 并不起作用 所以 世经子也不合适 最后剩下的有谱贤真人 慈航道人 文书广法天尊和聚留孙 这四人最适合参加团队作战 尤其是小规模团队 为什么 首先说三大事 普贤真人 慈航道人和文书广法天尊 这三人法宝 没什么出彩的地方 只是他们都有身外法身 可以成位的提高战斗力 也就是说 能将五人团队变成八人 这不能说不强悍 最重要的是 三人的法力属性 可以克制毕游宫的妖族 非常适合加入队伍 最后是聚留孙 这位仙人没啥攻击性技能 却非常善于擒拿和逃跑 前面四人虽然攻击力很强 却还有一位辅助 聚留孙手中有大把的捆先生 随便扔出去几根 说不定会见起功 配合燃灯道人和定海珠 还有三大师的法身战斗 好了 与虚公的阵容成型 咱们再说通天教主 会派出哪五人应战呢 首先说四大弟子 多宝道人 精灵圣母 吴当圣母和归灵圣母 先排除多宝道人和归灵圣母 这两人并没有什么出彩的手段 两人都曾被广成子的翻天印打过 遇到燃灯道人的定海珠 完全适去送彩 精灵圣母攻击力极强 拥有各种强大的攻击法宝 甚至比燃灯道人更强 因此 他算第一名队员 吴当圣母呢 这位在原文中 没有显露任何手段 未知性太强 不适合冒险出战 再说随是齐先 首先可以排除求手先 灵牙先和精光先 这三位在万先阵中 分别被文书广法天尊 朴贤真人和此行道人收服 出门也是去送菜 长尔定光先绝对不能出战 这妖孽剑打不过就投降 容易造成六打次的局面 毗卢先呢 也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地方 排除 剩下的就是乌云先和金箍先马穗 这两人都非常厉害 乌云先可以单干广成子和制精子 实力非常之强 马穗同样不惧南己先龙 拥有金箍可以制敌 在团队中根据刘孙的位置等同 这样说来 毕游宫只有三人可以出战 剩下的只能从外门弟子中长 比较强大的人物 有赵公明和三肖娘娘 三肖娘娘实力强在法宝和阵法上 金娇俭攻击力强大 不弱于翻天印 而混元金斗可以收射万物 但九区黄河大阵是无法起作用的 没时间给他们布置 因此 赵公明可以持经交捡出战 云霄可以持混元金斗出战 到现在 毕游宫的队伍也成行了 精灵圣母多目标攻击 乌云先单体攻击 金乌先控制 赵公明单体攻击和云霄控制 对战的一方为然登道人多目标攻击 三大事 身外法身 拒留孙控制 开打吧 云霄和金箍先的第一个目标 肯定是拒留孙 把他收走 拒留孙肯定要防这一招 土形术躲开 然后绕回来 撒一把捆仙绳 控制住精灵圣母 乌云先和赵公明 三大事照出身外法身 去攻击这被困的三人 注意 身外法身免疫控制 金箍先马碎 为了救场 第一个目标肯定是然登道人 如果让他辅助三大事战斗 精灵圣母肯定没那么容易死 赵公明和乌云仙就说不准了 然登道人被金箍困住 拒留孙出手 又控制住金光仙马碎和云霄 但他的捆仙声应撑不了多久 三大事连同身外法身 集中火力干掉了防御最弱的赵公明 然后去解决金光仙 这时 精灵圣母脱困 跑出四项塔去砸然登道人 又扔出龙虎如意去打拒留孙 然登道人应该可以硬抗这一击 金箍脱困 同时扔出定海珠 砸伤精灵圣母 拒留孙又跑了 这时 云霄剑兄长死了 小宇宙爆发 正脱困先生 混员金斗去收然登道人 精灵圣母补刀 然登道人足 此时 聚留孙回来 再次控制精灵圣母和云霄 三大事集中火力干掉了云霄 这时 金箍仙玛碎脱离控制 再次控制了聚留孙 三大事集中火力攻击精灵圣母 被逼入烈室 精灵圣母扛着攻击 干掉聚留孙 同时也身受重伤 金箍仙玛碎 见识不妙 扔出金箍去控制三大事法身 失败 三大事集中火力 马碎实在打不过了 一走了之 最后胜精灵圣母 用出浑身解数 四象塔 龙虎如意 飞金箭起出 与三大事打成一团 至于 熟圣熟父交给各位去评判 战斗过程各位也可以脑补一下 说不定有其他的结果